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chan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有追的2019年春季日劇 首先來介紹《狂賭之淵》第二季 由渡邊美波、高山珍咒、主演 這部戲是由漫畫改編而來 看名字就知道整部戲跟賭博有關係 女主角一路打趴很多人 結局也常常出乎意料 下一秒會覺得女主角快輸了 下一秒卻逆轉戰局 第二部日劇就是在上班族界很紅的 我要準時下班 主演是極高有禮子 向井里 女主角是一位OL 每天都一定準時下班 但她把自己分內的工作做得很完美 不會麻煩別人 目前我看到第三集 雖然我還沒有踏入職場 但還是有很認同的地方 裡面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也很值得我們省思 為什麼公司對於上班時間嚴格的要求 下班時間卻那麼隨便 第三部來介紹 昨日的美食 主演是西島秀俊 內野盛陽 是一部BL劇 也是一部很療癒的戲 因為她不會很傷情 兩位主角演得也很自然 能看到他們之間可愛的小互動 劇名有美食 所以你可以看到西島大叔在戲裡做了很多 看了會流口水的料理 第四部介紹的是 我的裙子去哪了 主演是 心田心泰 松下奈婿 永奈蓮 道之俊佑 長尾牽涉 日本近幾年來 除了很多關於LGBT的劇 包括剛剛提到的 昨日的美食 還有一部也是很好看 很好笑的 大叔的愛 這一部又突破了 描述一位高中老師 喜歡穿女裝 說話直男直往 但其實是很愛學生的男老師 像馬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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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戲我不得不稱讚 顏值都很高 尤其是男演員 在這裡偷偷表白一下麻衣 太美了 我會看這部有50%是因為麻衣 第五部來拉 我要介紹的是 東京單身男子 主演是 還有很像阿滴的 龍藤弦衣 是我最愛的演員 高橋一生 這部戲很輕鬆 目前看了三集 還會繼續看下去 想看看三位大叔 最後情歸何處 還是一樣是AK男子 最後來介紹 《輪到你》了 主演是《圓騰之士》 田中龜 男女主角搬家搬到一間公益 有一天意外卷進了連續殺人事件 這部戲是我這季最推的劇 鬼決的背景音樂 還有那意想不到的劇情 真的很推喜歡看刺激懸疑推理劇的朋友 邊看的同時可以邊思考誰是兇手 《輪到你》了有出方外篇 也都很好看 而且沒有像正片那麼沉重 在這裡再表白一下一個人 又是也有演這部戲的期待 啊對了 主題曲超好聽的 是曖昧唱的 以上是我這季正在追的一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很多其他的劇還沒開始追 像是看到很多人推薦的完美世界 對面的話題家族 還有山下至久的破案神手 都是我想看但還沒開始看的戲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有其他好事的話可以留言推薦給我 請大家追蹤我的粉裝 眼書 IG 訂閱 按讚 分享 那就這樣啦 希望大家明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掰掰